另外今年的广州亚运首次将象棋纳入了正式的比赛项目了 而男子组的部分 今年代表台湾的其中一位国手也出炉了 确定是由台湾旗王吴桂林取得国手资格 大概亚运的项目年 我们过去我国在亚洲的团体赛跟市井赛里面 我们都取得了第二跟第三名的成绩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多排的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吴桂林说亚运赛遭遇到的大陆跟越南等国的选手 跟我国是实力相当的 因此赛情的准备跟林场发挥都很重要 此外女子组的部分则是由吴桂林的妻子 曾经拿下了大陆全国女子冠军的高逸平 直接由协会征兆为本届亚运的象棋国手 而接下来下个礼拜老将马仲威 也将跟江中豪交锋 争夺另一张亚运国手的门票 谢谢大家